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,在地球隔离区之外,是一个怎样的世界? 所以今天,借这个机会,我要跟大家分享帷幕之外的世界。 在帷幕之外,也就是地球隔离区之外,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。 大家只要穿过地球13.8公里的上空,就进入超光速粒子薄膜,那里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宇宙。 爱,才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。 学会爱,则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教导。 一个人,就算从来没有体验过爱,爱也会让你当下就知道,这就是爱。 地球上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,生命是现实,而且残酷。 大部分人类都以为这种状态就是生活的本质。 我们也因此,变得不信任他人,而且充满了恐惧。 充满恐惧的生活,是阴谋集团的权力基础。 恐惧,也是人类劳改监狱的水泥。 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,我们的灵魂也不受帷幕的限制。 我们的灵魂存在于第五维度,它与神圣本源直接连接。 一旦我们连接到了我们的灵魂,我们就进入了阴谋集团,无法用轨迹伤害我们的实相。 一旦我们穿越帷幕,与宇宙进行连接,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。 换句话说,我们可以借由灵魂与宇宙进行垂直的连接。 我们也可以穿越帷幕,与宇宙进行横向的连接。 垂直连接和横向连接,这是两把解放自我,也是解放地球的钥匙。 但是,帷幕之外的宇宙充满着爱。 在帷幕之外,每个原子、分子、亚原子粒子都与宇宙之爱进行着共振。 这个宇宙,除了地球之外,其他的存有都是依照宇宙之爱来生活的。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。 他们所有的行动、想法和情绪都表达着宇宙之爱。 在不久之后,我们的地球也会充满宇宙之爱,并且重获自由。 以后,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,请多想一想帷幕之外的世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